這個商場叫天安嶺 這個爐盤名叫天安嶺城 這個位置是三和醫院 和區政府的天安嶺商場 駕駛5分鐘以內可以到的 鋪杯要賣到140多萬 我們這個業主是大精裝收賣 帶全屋家具家電都送賣 他才賣138萬 這個價錢是超級低的 進來就做了一排的鞋櫃 做得非常漂亮 這個鞋櫃都夠大 這個裝收風格也是不錯的 全屋是一個輕奢的風格 我們可以看到了 這些東西都是原封不動的 你買過來就 業主全部都一起賣給你打包 Hello 大家好 我是惠惠家智業的Gigi 今天我們來到惠揚淡水這個區政府的商圈 我身後這個商場就叫天安嶺 這個樓盤樓宇名叫天安浪城廣場 天安嶺是商業的名稱 我們可以看到了 這個商場都挺大的 有電影演員 我們那個升級唱級的地方 包括MG全部都在一起 後面這排就是它的內街 稍後我跟大家詳細說一下內街是怎樣的 這個位置屬於惠揚淡水的區政府之外 它租邊的配套和交通很方便 首先看一下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對面這個樓宇過去 就是我們的紅綠燈這個位置 過去就是我們那個三和醫院 和我們區政府的那個天紅商場 都是這些 就是你開車五分鐘以內可以到的 因為它門口這條路屬於人民路 人民路也是我們惠揚淡水都知道 是我們的主管到來的 所有的公交車 西湖巴士 全部都是經過這個天安嶺 包括我們去回我們的惠揚淡水客運站 坐西湖巴士到連堂到羅湖那些 都是在這裡可以坐公交車 直接過去我們那個惠揚汽車站 坐公交車都是12分鐘的時間 非常之方便的 自己開車就是7分鐘左右 所以說這裡生活的話 因為它都是屬於老城區邊邊的 所以這裡是一個新發展的區域 它的交通和網絡非常之方便 畢竟屬於惠揚淡水的中心區 再說回我們樓盤這裡 樓盤這裡也是比較大的一個天安集團 天安浪城廣場 它這裡小區一公升都有二十多棟 我們今天我們都看到 這裡的住樓都挺高的 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住滿了人的 它這裡的內街就是我們自己下來 平時如果買了這個樓宇 我們平時下來買東西吃東西是很方便的 它除了這裡有什麼麥當勞 有看電影 有唱片之外 它樓下這裡的商場 類似我們那些永飛超市 那些超市 什麼買新鮮的豬肉 青菜 那些水果 它是有齊了 裡面的商場裡面有 這一條街就是它的內街 叫我們人生小滿精至惠陽 這條街是很出名的 也是我們惠陽淡水的一個風景站 一個網紅街 由這邊開始是我們食在廣州的西瓜名點 這些茶樓 喝茶的地方 和食點心的地方 也是非常生意很好 以來有很多烤肉店 韓國烤肉店 燒烤店 這一陣子就是我們那些咖啡店 包括我們那些瑞慶 前面都是有我們的星巴克等等 我們可以看到 再進去這條是很多顏色 每一間店都裝得很漂亮 還有每一間店都開滿了 都是沒有吉店的 平時這個裝數 因為更早 到了一晚六七點以後 這條街是很多人 和非常旺的 這裡總之就是吃東西和喝東西很方便 如果你買東西買菜的話 就留下這裡的類似永虛超市 買菜很方便 你下樓便是 為什麼今天來到這裡 是因為有個業主 他帶水買 他急著售 急售到什麼程度呢 他現在的屋子是一個 113的很漂亮的屋苑 他是全身裝修 用了40多萬的裝修 因為當時他打算裝來自己住 他無配買 現在我們上去看看 這個屋子是什麼環境 待會見 現在我們上來這個29樓的內籠 現在我站在路腿的位置 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外面的一個環境 和地理位置 首先看看 我們鏡頭一望出來 是不是很多樓宇 包括那些本地樓宇 包括那些本地樓宇 很多呢 我們首先看看 右手邊這些 很大的洞 高屋那些 是我們那個城堅中心 也是我們區政府的那裡 由我們這個樓盤 走路到區政府 都是五分鐘的 走路 這一堆屬於老城區 下面那些黃色屋苑 是我們保留的本地文化 叫人民公園 很多小朋友在那裡玩 還有很多人 左手邊這一帶 我們旁邊這些灰色樓宇 叫我們的萬科文漢花園 前兩站我有介紹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文漢花園 從我們這個小區 走過我們這個文漢花園 走到我們好宇多 都很方便的很近的 就在我們門口樓下這條路 一直走到那個圓盆 這個位置左手邊 轉進去 就是黃色樓宇那裡 那條路進去 就是我們那個好宇多 花街和啞耀空 這一站屬於我們惠陽淡水 這個中心區域 遠一點我們看到 很多那些紅色樓宇 是星河單堤 和那兩個綠網 樓下那邊就是我們的惠陽高鐵站 如果你搭高鐵回香港 也都很方便的 因為它這裏是屬於區政府 但是它又拍我們這個好宇多這邊的雙圈 它是兩個雙圈都可以享受 而且它的門口這條路 它是四通八達的 每一個位置它都有公交車網 我們惠陽高鐵方向 以及我們沙田站 以及我們惠陽的區政府這一帶 所以它這個地理位置是很漂亮的 因為加上現在這個樓盤 都是在賣新樓的 這個天安龍城 現在都有新的一手樓賣的 它的賣價是一萬五 不過是無倍來的 一萬五的無倍 它一直保持著這個價 也沒有跌過價 但是一直都賣得不錯 而且現在賣的積量都比較大 那麼我們現在日圖 未開燈看著 就覺得環境是很開容的 但是你說漂亮呢 如果是晚上來說 這些夜景是真的值得看的 這些夜景是很漂亮的 因為這裡的每家每戶都是東火灰煌的 晚上是很漂亮的 因為這裡的潤口夠多夠密集 再說回我們小區這裡 我們小區自己都有二十多棟樓 都不是小樓盤來的 那天安本身這個集團也是很大的 現在我們這套二手就超級筍了 因為業主當時都是我們一手買回來的無倍 它無倍買回來起一萬六買回來的 一萬六千多 因為它路程高一點二十九樓 低路程現在的新盤也是一萬五左右 但是它這個無倍買回來之後 它現在就剛剛好過了兩年 它就全部裝修好 裝得很漂亮 一天都沒住過 架子全部都沒拆封 它就超級便宜了 我們先說一下它這個屋的情況 我們最後先說一下它的價錢 首先這裡是我們一個露台的位置 它的露台是連合我們房間 到我們客廳的一個 一個成六多的一個超長的露台 大又可以的都夠用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很長的露台 我們回來我們聽這裡 這裡我們可以擺什麼 那裡有洗衣機的位置 你可以擺洗衣機做個櫃 在那裡擺洗衣機都挺隱蔽的 都不錯的 有專門擺洗衣機的地方 這裏我們現在看到拍攝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熱子到不帶走的 你就拿兩件衣服 就可以直接住的了 衛生就叫阿姨幫你搞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面都不用動的 進來之後 它這裏的廳是一個三尾六的闊度 整個廳我們可以拍攝 我們的電視背景場 我們的櫃 裝飾品 全部都是好像裝到約晚房那樣的 是很漂亮的 它一天都沒有用過 包括現在的家具 茶凌、梳化、小美圓形的變頻空調 包括我們的小美攝像機 即是家裡的監控 全部都有齊 你看這些燈、吊頂 做得非常漂亮 整個屋都做了美縫 非常不錯 這裏就是它的飯廳的位置 我們都可以看到 它現在是放到一個洗衣櫃 因為它現在你說放一個圓櫃 坐八個人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都做了餐邊櫃 做到餐邊櫃之後 又預留了我們的雪櫃位 做到餐邊櫃 這裡預留了一個雙開門的雪櫃位 非常之好 這裏是我們的廚房的位置 廚房一用 都是我們的唐門 它有這些 全部是純身的 很漂亮的 廚房這裏很嚴重 這裏是我們煮飯的地方 全部我們的三件套都有齊 每天都沒有用過 這裏 那洗手盆在哪裏呢 我們在椅子裏 這裏就是我們洗手盆的地方 它本身是生活用台 不過它就搏了它 搏了它之後 貼了階磚 全部坐起來 這裏就做一個洗手盆 這裏的管全部都開好了 電 spine就 beer 所以那裏裏沒有擦好 你買個熱口放上去便可 你只要拿熱口就可以了 Frederick�만會再留好位置 其他都不用做了 所以這個廚房已經大很多了 但我們先看看 pierwszy 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入門位 這是一個入門位 scooter 這裡是兩升四電視 首先看到這裡有兩課電梯 全部的上 deal 因为它现在还在买新楼 所以这些可以当买新楼 但价钱比新楼便宜很多 至少是三四千元一个房 这就是我们的过渡 全部都贴着防水防潮的磨砂 防大礼食的瓷砖 包括地板全部都做好了 两厘四伙 这套是29楼 这套是现在有业主住的 这套是我们要买的 包括这些门全部都是全新的 我们指纹密码锁 非常漂亮 有设像头 全部都有齐 看一下这些门的质素多好 里面也是 这个是三级的一个装甲门 防火防渡的 这边进来它做了一排的鞋柜 这个鞋柜也做得非常漂亮 这个鞋柜也够大 这个装甲风格也是不错的 全屋是一个轻奢的风格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东西都是原封不动的 你买过来就 业主全部都一起买给你打包 这里有三间房间 首先第一间房 这里是我们通出羊腿的房间 这个是客房 它现在就放了一个一米半的床 放了两个床头 它坐三边下床 还有一个大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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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的灯 你看这些灯多漂亮 这些吸顶灯多漂亮 全部好像钻石 背景做了一个我要上太空 这个宇航延踏着火箭 这里包括这些窗帘 全部都是新的 全部都是全新的 刚拆了包装都没用过 你买回来都不用洗它 都不用这样搞它 这里出去的羊腿 这里采光挺好 有潮南的 光线又好 又漂亮 又没有任何遮挡 我们再去看看 其他房间和两个洗手间 我们出来这里 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 还有宫位 外面做到一个我们单体的 一个拆压洗面的地方 包括镜 射手盆都做好了 那里面呢 厕所也够大 不过它就没有阻挡门 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 没有问题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马桶位置 全新的 一天都没上过厕所 这里是专门独立的一个洗凉的地方 有个窗外窗 有个外窗 窗里面有抽气线 这里可以做一个窗门 这个位置我们拉一个窗门 在这里洗凉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是够大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射手间 是很大的 不过这个门也不错 有这个颜色 是黑色的磨砂玻璃 包括这里是第二个房间 我们可以看到 全部房间门都是这些轻轻的灰色色 灰黑色 非常之好 进来这里 它坐了一个衣柜 为什么有一条喉 那条是什么呢 那条是装冷气机的 你就买个冷气机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房间是没有冷气的 自己买一个 这里就是我们订阅的特特尾床 这里可以读书写字 那里有个衣柜 这里就想去到我们的床 下面两个是我们的柜桶 我们是影响的这个床 都非常之大 一个背半的床 一定都不会死的 你说睡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睡 都没有问题的 这里房间是OK的 这个可以做儿童房 但是我们看到 这些房间的柜 是做得非常之漂亮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是主要房 主要房 同样进来 空间都过了阔的 那进来之后 这里是我们的洗手间的位置 这个就没有做干湿分离 但是同样可以做的 这里是洗手盆的位置 是 不过有些邋遢 它没有搞卫生 这里都没用过 这里是马桶的位置 但是大名窗向外 这里就是我们的洗凉的地方 它也可以做一个半形形的 一个干湿分离 或者是这样 都可以不用动 它都没问题的 是的 这里就是我们出门 这个下 这里才是出门下 这里才是出我们的主要房 就好好隔开了一个空间 是非常之好的 空间感 这里就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休息区就是这里的位置 现在它放了床比较大 尾巴的床 尾巴的床 尾巴的床放了之后 还放了两个床头柜 还可以坐三边下床 还可以有一个七字形的大飘台 这里就是它做了一个衣柜 对 在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衣柜 这里虽然说下床窄一点 但是下床是没问题的 而且两边下床也没问题的 这里行 过来都可以的 都是不会有影响的 所以看到这个房间 还是一个粉粉的 这个它每个 包括一些青年 每个房间 设计得非常之合理 颜色的色调之间 包括这些床浴 皮泡 全部都一天没睡过 全身的 你都连皮泡枕头痛 都不用买的 你就是叫个艾姨帮你 终检工艾姨帮你 搞一下卫生 你就拿几件衣服就可以住 你这个屋 总体来说 这个屋院 讲真话 因为整个我们的天安隆城 这个小区 现在还在买新楼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业主 刚刚收了两年半 刚收了两年多 刚刚过了可以买的其数 现在我们这个同样的小区 也有它这个户型 不过它都是无配的 都没有装修卖 没有装修卖的那些 无配要买到140多万 我们这个业主 他是带精装修卖 带全屋家具家电 都送了 他才卖138万 这个价钱是超级抵 而且他的面积是113方 你回到1万2左右 这个单价是非常抵 因为这个地段是真的很好 而且他的户型是很漂亮的 现在也是天安隆城 现在买新盘的一个热销 大家争取买的一个积数 因为他现在买的都是130多 120多 这个113 三房两天两位 潮南的 还有29落这个高层 还有这么漂亮的装修 那你138万 即使这个138万的话 你给首期都是两成 两成大约是20万左右 但你已经全部都有齊 拿三座可以住 今天买一个星期就可以入住 非常快 如果你要一次性 当日买当月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业主席 亦是雄本在手 没有任何欠款 他就是当黄胚卖给你 他这个几十万的装修 亦都不要了 包括家具家电 亦都不要了 现在是收拾楼非常之好 这个屋远手快有 因为整个天安龙城 据我所知 只有一个业主 是138万和职 和大装修 其他职的其他楼层有 不过都是无配 145万148万143万 最便宜的了 所以说是非常之抵的 这个房间的总体交易都很方便 亦都没有任何过税 没有任何其他费用 就是一个企税 一个企税要交的 和一个我们的中介费 其他都没有的了 如果有兴趣的粉丝 我们就去找JuJu 我亦都可以 哪怕你看二手也好 一手也好 我都可以去关口接你过来 看看我们的实体楼 再行下周边的商业 因为隔着我们的民航都很近 都可以周围转一下都可以的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